Sound on 可以收听Podcast节目 好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节目 多数是以法律角度来讨论议题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聊看 明婚行不行 大家都听过明婚 明婚顾名思义 就是跟往生的死者来结婚 这个台湾民俗真的非常有趣 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过一个都市传说 那就是地上看到红包 不要剪 因为如果你剪那个红包 你可能就是被选中的人 因为这个往生的死者 可能在冥冥之中 已经爱上你了 所以你才会在冥冥之中 去被牵引 然后捡起了这个神秘的红包 捡起来之后 突然路边就会有好多人冲出来 跟你说 你不知道在恭喜什么 原来你已经成为神选之人 你要来跟这个往生者来做这个明婚 讲到这个明书信仰 讲到这种神秘的东西 当然就是信者和信 不信者和信 那我们也尊重 不过我们日常生活中 去接受这样子的文化 去理解这样的事情都很没有问题 可是法律上到底明婚 能不能够成立呢 其实在台湾 真的有过一个跟明婚有关的判决 这个判决非常有趣 是因为这个先生 他跟他的妻子 本来已经打算要结婚了 结果这个未婚妻不幸的 在结婚之前就往生了 所以这个先生呢 在悲痛之中想到 虽然已经天人永隔 可是透过台湾这个明婚的习俗 还是可以将两个人连结在一起 透过这个神明 这个文明俗的这个力量 能让两个人递节连礼 所以这位先生呢 他就跟他的过世的这个未婚妻 办理了明婚 那明婚之后呢 他就跑去护证事务所做这个登记 那大家应该知道说 台湾结婚是要登记才会生效的 不过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民国89年 而在民国89年呢 当时的结婚只要有公开仪式 就已经生效 那当时的登记呢 只是做一个行政程序上的记录而已 所以当时这个登记 跟现在的登记其实不太一样 好 那不论如何呢 护证事务所当时受理的登记 把他们登记为夫妻 结果呢 就被告上法院了 为什么告上法院呢 原来这一个明婚的太太 也就是这个往生的女子 她已经有小孩了 而这个先生把她的太太 登记到护证事务所之后呢 进一步就主张说 她可以来继承她太太的财产 这样一搞 她的小孩子当然受不了啦 本来在法律上面 这个先生是没有继承权的 结果因为护证事务所 受理了她的登记 让这个先生跑来主张说 我也是她的配偶 所以我可以主张继承权 所以这个案件就闹到法院去了 到底明婚成立的婚姻 有没有效能不能够让明婚还在世 还在阳间的这个人来去主张 她也可以来拿遗产的 最后的法院答案当然是不行 因为在法律上面 一个人一旦过世的 就不再是所谓的权力主体 也就是说过世其实就走入历史了 我们就不能够再用她的名义 去从事任何的法律行为 做任何的登记 所以这个人既然已经过世了 那当然就不可能再跟她有所谓的结婚 这样子的行为出来 所以明婚在法律上面 是没有法律效率的 不可能说透过明婚 来去主张往生者的遗产 不然这样子 比如说前因阵子 这个东区罗姐过世 可能大家都会想要跟她明婚 因为这个东区罗姐 生前的财产为数不少 甚为可观 所以明婚如果可以这样子主张的话 我想未来会有更多 更可怕的纠纷出现 所以我想这样子讲完 大家应该可以理解了 好那跟明婚有关的法律 其实我觉得 有一些也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说 跟往生者明婚 在法律上是不承认 它具有我们阳间婚姻的效力的 那反过来 如果我结婚后 或是我跟我的未婚妻 婚夫定立婚约 也就是订婚后 发现对方有明婚的话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今天我们就找到一些 有趣的判决了 就是说有一些判决是 在结婚后或订婚后 赫然发现自己的先生 原来有明婚的太太 所以跑到法院去 主张说在结婚之前 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被蒙在谷底 结婚后 或者是订立了婚约之后 才发现原来 他有明婚的太太 因此感到身心受创 害怕惊吓 所以跑来法院 主张要离婚 主张说要解除婚约 那在某一些案例里面 它确实是有成立的 就是说因为在结婚之前 确实不知道有明婚的 这样这个事实 是在结婚之后才发现 有些法院确实准许说 好那可以解除婚约 可以来离婚 但是我们也发现到说 其实在这些案件里面 尤其是离婚里面 明婚它不是关键的因素 在这个案件里面 其实它都是婚姻关系 已经走到了一个 很没办法维持 可能有家暴的情况出现 或者是已经有 这个羞辱辱骂的情况出现 那是在种种的因素 加叠起来 最后再补到一个明婚上来 所以法院之后判准离婚 因为在我们台湾的法律里面 其实这个离婚 它有很严格的门槛 除非这个是你们夫妻都同意 当然现在有夫妻妻 反正就是你们双方当事人 要合议 两个人都同意离婚 不然就是要 这个婚姻真的是 已经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破绽 很大的缺口 这个缺口是永远任何人 都不觉得有可能可以修复的 这个在我们法律上 它叫做破绽主义 也就是说你们的婚姻 要已经无法修复 而这个无法修复 通常要证明的方式就是 要嘛就是你们夫妻 曾经有尝试要修复 但是失败 要嘛就是真的是有一方 做了真的是天理不容 没有办法容忍 任何人看到就觉得 这极为可恶 不可能跟这种人 继续相处下去的 跟他住在一起 任何人都觉得 这个非常可怕 要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 在法律上 才有可能去得到 这个离婚判决 所以我想单纯只是因为 对方有这个明婚的妻子 来去主张说离婚 可能有点担保 那在另外一个案件里面呢 这个明婚也成为了 离婚的一个关键因素 原因其实是因为 太太发现这个先生 常常半夜不回家 就去质问他说 你半夜不回家 到底是去哪里 这个为了很多次 这个先生都不愿意吐食 不愿意坦生 不愿意跟他说 这个半夜不回家 到底否则去哪里玩 有可能是去了 不好意思输的地方 到最后这个先生 买不下去了 他就讲说 因为他其实有一个 明婚的妻子 这个明婚的妻子 其实也有他的婆家 所以他半夜不回家 都是去明婚妻子的婆家 去那边照顾 婆家那边的家人 这个他一听到 就知道怎么会有 这么奇怪的 这么离奇的事情 你怎么结婚之前 都没有跟我说你有明婚 而且你半夜不回家 真的是去照顾 明婚妻子的 这叫什么 岳父岳母吗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状告上法院 后来法院也判准离婚了 他其实大家也可以 听得出来 这个判准离婚的关键 我想明婚可能只是其次 真正的关键在于说 这个先生常常半夜不回家 不知道去哪里 可能碾花惹草 或者是讲白了 就是把一家的老小 丢在家里不照顾 一天到晚自己出去玩 这样子的婚姻 如果确实的维持 一段很长的时间的话 确实是很难 继续维系下去的 所以我们都给发现到说 其实在台湾 结婚容易 离婚是很困难的 所以这个大家在结婚之前 一定要深思熟虑 一定要想清楚 好 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个案例 是说 在有些案例里面 是这个冥婚的状况 是发生在车祸 什么意思呢 我也找到一个很有趣判决 是说 有一个人骑车车祸 把人家的女儿给撞死了 这个家属就要求被告 要求家害者 一定要办理冥婚 否则不愿意 跟家害人和解 所以后来法院在判决里面 就写说 这个双方已经达成和解 而且被告也同意 跟这个原告的女儿 办理冥婚 所以看在这个 家害人很有诚意的碰上 所以这个审判赔偿 就给他判稍微轻一点 所以这也是我们 在相关的判决里面 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状况 原来冥婚 还可以在诉讼上 做这样子的一个使用 可能用来做 我们所谓的修复式正义 来满足 填补跟家害者 跟受害者之间的一个关系 但是 是不是大家都能够接受 我想这个某种程度上 还是要回归到个案 就大家如果自己不幸的 遇到这样的状况 对方的家属 也有提出这样的要求 那或多或少 毕竟台湾的民俗 台湾的习俗 传统文化 确实是有冥婚 这样子的一个习俗在里面的 在法院的判决面 那我们也发现到 它确实有这样子的运用 那这边就给大家参考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 狗粵特辑 同样做这个主题的podcaster 还有治疗师的便利贴 酱料新生等等 大家可以在我们 节目资讯栏的网址 找到他们 那同时也请大家 一定要继续追踪 我们法律百货的运动 跟商量合作的法科电台 我们在每个礼拜一晚上 都会更新的节目 那我们每期节目 都会针对一个台湾 很重要的社会议题 实施议题 邀请一位来宾 来到法律百货的运动 讨论 那就请大家 继续收听我们节目了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